好啦 那我們要開始上課啦 我們今天就是要再學一個新的生成模型 然後它叫對抗生成網路 好 那我們對抗生成網路啊 它是2014年的時候提出來的一個新的網路模型 那我上一節課教的這個VAE 就是這種變分自編碼器 它其實是這個 就是2013年的時候就已經出來了 好 那2014年的時候 然後這個對抗生成網路出來以後啊 基本上這個 就不太有人用這個VAE去做生成 當然VAE還有一些其他用處啦 就要做一場檢測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對抗生成網路它的核心邏輯是什麼 它的核心邏輯這樣子 就是我們現在已經非常清楚 就是從上兩節課的這個教學裡面 我們已經非常清楚生成模型它做的事情是什麼 它其實就是從一個亂數 然後把它做一個 就是我們現在做一個處理之後 然後變成一個你想要的圖 那你之所以會認為 主要這是臉 這是臉的樣子 為什麼 因為這張圖啊 這張圖可能是256x256 這樣可以吧 這256x256的圖啊 它用某一種的排列方式 你就會認為它是一張臉 就是它的像素的這個顏色的一些排列方式 你就會認為它是一張臉 所以這個臉啊 或者是手寫數字 它其實是 它在高微空間中其實是有一個影分布 這樣懂我意思吧 它有一個影分布 那這個亂數 這邊就是亂數嘛 對不對 這個 深層模型 它其實就是想要做出一個 亂數 低微亂數 對到 高微的那個影分布之間的分布轉換器 好這樣可以了解我意思吧 它其實就是在做分布轉換器 好可是啊 可是我們要講個重點啊 前面的模型啊 就是 不管是字編碼器或是VAE 不管說字編碼器或VAE啊 這個影分布的這個 這個亂數的分布 這個亂數的分布我們都是未知的 你有沒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我們在做AutoEncodator的時候 我們發現我們 中間的這個亂數的分布啊 影碼的分布 它基本上我們根本就是不可知的嘛 對不對 沒有辦法控制它長成什麼樣子 那用變分字編碼器 那我們稍微控制了它的這個 就是影分布 但是它參數不好調 對不對 因為它的那個就是 就是到底是 要重構損失 要大一點 還是這個就是 亂數的這個分布限制損失 要大一點 沒有很難調 所以說無論如何 我們這個還是有點困難 好所以 那對抗聲稱網路它的邏輯就是 那我現在不要從圖開始了 那本來是從圖到影碼 就是從影碼到圖 那我現在希望直接從影碼開始 如果可以直接從影碼開始 那這個就真的是我隨機生成的啦 那真的是我隨機生成的 那我就有辦法控制它的分布 我就知道怎麼去產生這個分布 那我生成出來的圖 會最像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好那 我們要了解一件事情 我們有沒有辦法 我們有沒有辦法知道 這個 亂數跟 這個圖 只要說這個圖 它對應到的是哪一組亂數 我們有沒有辦法知道 其實我們不知道對不對 其實 為什麼我們要 之前要用Autoencoder 就是因為我們想要讓 AI自己去建立 這個圖 它的二維銀碼 到底是長成什麼樣子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那 現在我沒有辦法知道啊 我不知道這一個 我永遠都不知道這一個圖 它 對應到的影碼是什麼樣的數字 那你說我可不可以亂給 假設我一開始的時候 假設我手中有100張圖 我就隨機準備100組亂數 然後讓它隨機的分配 給這100張圖 可不可以這樣子 答案是不可以 為什麼 因為你的影碼 100碼亂數 這個150的亂數 它應該是要跟 它的圖是有一定的關聯性的 舉例來說 其中有一個維度 可能是描述頭髮顏色的深度 那你如果是真的亂數 給它隨機配 那這樣子的話 這個 這個 這個關聯性就是很低 這關聯性很低 AI就不可能學得會 不幸的話 你們可以自己試試看 手上有100張 這個手寫數字變數 1萬張都可以 然後你真的隨機給它配一個數字 讓它學學看 看它學不學得會 它一定學不會 這樣懂我意思嗎 為什麼 因為1 1這個數字 它的銀碼分布 是不是要很接近 這樣懂我意思吧 2這個數字 銀碼分布 是不是要很接近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可是 除了 除了一開始有的 這個123456789 0 這些標籤以外 搞不好有一些 2長得很像3啊 那他們的銀碼 是不是要近一點 可是最開始的時候 我是不知道的 對不對 所以我絕對不可能 事先給銀碼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 所以說這個模型的難點就在於 亂數跟 這個 這個亂數啊 這個銀碼 這個銀碼 跟這個 這個就是 呃 就是 呃 圖像 它是 沒有配合的data 聽得懂我意思嗎 沒有配合的data 就是 以往我們一個x 對一個y 現在我們是 一坨x 一坨x 就是我現在知道 我的亂數分布 就是這個範圍 所以是一坨x 對一坨y 所以這個模型厲害在這裡喔 一坨x對一坨y 我居然可以做得到 本來我都是配合data 去做 一張心電圖 就要對應你的標籤 有沒有心機梗測 這樣可以吧 你有辦法想像說 一個模型有辦法做一堆心電圖 然後我現在告訴你 這一堆心電圖 裡面有3%的心機梗測 你這樣做得出來 我也服了你啊 對不對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這個模型到底要怎麼做 好 一堆 一堆 銀碼 跟一堆 這個 圖片 那它居然可以做出生成模型 好我們來看一下它怎麼做 它的邏輯是這樣子的 你現在啊 給我一堆亂數 這就是你的X嘛對不對 那你X一定是在你的 這個X的這一個樣本空間裡面 隨便抓一個出來 這樣子 舉例來說你從 隨機生成這個平均數為0 表演差為1的這個亂數 好的 透過這個 generator network以後啊 它會產生一張 圖片 這張圖片啊 我希望這張圖片 它跟 real的image 在同一個 高維分佈內 你聽了我現在的數學語言喔 同一個高維分佈內 什麼意思咧 它的像素的這個排列 必須要跟這個 就是必須要跟這個高維的這個分佈是非常非常接近的 那問題是我沒有辦法知道 這個高維分佈到底是不是足夠的接近啊 這樣懂我意思吧 那很簡單 我再訓練一個神經網路 這個神經網路叫discriminator 就是分類器 discriminator 那discriminator呢 這個 它去負責分辨啊 這兩者 到底誰是真的誰是假的 這個網路好不好訓練 好訓練啊 因為生成出來就是假的嘛 對不對 我們可以給它假標籤 對啊 那生成出來是真的 那我可以給它真標籤 那它訓練完了 那它 要訓練這支網路 一點都不難 這就是一個二元分類網路嘛 對不對 那 為什麼要用這個網路來判斷它是真的還是假的呢 因為它就是相當於在高維空 它就是 這個神經網路就是 卷機神經網路最厲害的地方是什麼 圖像的維度很高嘛 對不對 我不好做分類 那我做分類實際上就是把高維空間的這個圖像 透過一系列卷機的操作之後 產生低微向量的銀碼 讓我可以去做這個就是分類 所以你看到囉 我們在這裡 我是不是避開了高維空間的銀碼 我不容易做就是分佈的區分 那現在透過這個neural network 我又把它變回低微空間的銀碼 讓我可以去做二分類 所以這個網路設計的非常巧妙 這樣懂我意思吧 如果你聽不懂我剛剛講那些話的話 你只要記住一件事情 就是 我這個generator它的核心目標 就是坦生一張足夠像的圖 跟real image很像的圖 足夠讓它騙過discriminator 這樣懂我意思吧 當然我剛剛講的 一開始講那個數學的語言是比較精確的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這支網路 我要問大家一件事情 這一支網路 可不可以用mxnet寫在一起 可以吧 你data進來嘛 data就是亂數對吧 data進來 generator是一個architecture 它可以是一個反卷機網路 對吧 跟decoder的結構是一樣的 接著 fake image 那它產生image以後 我是不是可以輸入discriminator real image也可以輸入discriminator 然後給它一個標籤 那這樣子是不是就可以做反向傳播了 所以這整包可以寫成一個大的 這整包可以寫成一個大的網路 然後一次one stage訓練 真的是這樣子嗎 我先跟你講答案 這兩個網路不可能合在一起one stage訓練 有人可以看得出為什麼嗎 什麼叫one stage訓練 你以前做的所有網路 都是one stage的訓練 這個網路沒有辦法one stage的訓練 為什麼咧 李鈞可人最聰明了 你看得出來嗎 我只會用noise noise 沒有啊 noise還是可以我自己輸入啊 我輸入noise 然後這邊產生一張假圖 這邊產生一張真圖 那我訓練 0 這邊就是0嘛 這邊就是1嘛 那我讓它訓練 這樣有什麼問題嗎 好 這個不容易想 可是我只要講了你們就知道了 來我要問一下 discriminator的目標是什麼 找 分辨這是1這是0嘛 對不對 這個是1這個是0 然後他要去試著去 預測 到底 他有沒有辦法區分這是1這是0 對吧 那 generator的目標是什麼 抱歉這是1 他希望讓discriminator以為他是1啊 所以 你在訓練這個神經網路的時候 這個label是1這是0 你在訓練這個神經網路的時候 這個label變成1了 所以 這個label變成1 所以 他的t度傳播下來的時候 是不是完全不一樣 這樣 don't worry 所以說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要怎麼來寫這樣的一個神經網路 來看著 好首先一樣 我們一樣要手寫數字 辨識 那我們一樣把這個data 做一個寫出 那這個我就不寫出來 這個 大家一定要複製這一段 不然的話 我們沒有training data 這樣可以 好 那我們繼續來看一下 那我們來編寫我們的iterator 這個iterator 這個iterator啊 我們之前就已經寫過啦 這個 我們直接把它放到iterator這裡 含出來 然後我們今天是第10課 好iterator寫完之後啊 我們來定義一下model architecture 我們這一次定義的model architecture 它會變得比較複雜 為什麼 因為它有兩個網路對不對 一個是generator 一個是discriminator generator 我們來看一下它怎麼做的 說是複雜也沒有非常複雜啦 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就是data進來 然後deconvolution一路回去 變成一張24x24的圖 注意一下 這個data的input 我可能會希望它是一個32個隨機亂數 等一下我就輸入32個隨機亂數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那它出來是一張28x28的圖 好 Discriminator呢 因為它需要一個image跟一個label 讓它去驅動 label是我要告訴這張image 我要告訴這個discriminator 現在我輸入的是真圖還是假圖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 那我們來看 我們把discriminator貼下來 接著 這個網路的細節啊 它不是那麼重要啦 反正你只要大概知道一下它的邏輯就好了 它就是一個卷機神經網路 這個就是一個反卷機神經網路嘛 對不對 你可不可以用全連接程來做 可以 只是可能會比較不準 就這樣而已 或者是訓練的時間要比較久 好接著我們來定義Loss Function 這個Loss Function非常的簡單啊 它是一個二分類任務對不對 所以它的 它的這個 它是一個二分類任務 所以它的Loss Function就是 Cross Entropy 這樣可以了解吧 這個不難吧 到目前為止一切都是理所當然 對吧 好了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 我們的 那個 就是優化器 我們用的是什麼 優化器 Generator跟Discriminator 用的是不一樣的優化器 它兩個 因為我們現在要產生兩個神經網路嘛 對不對 一個是Generator的 那 那一個是Discriminator的 注意一下它的超參數 Lending Rate是2乘以10的-4之方 注意一下喔 這個數字不能亂射喔 等一下我們的 實驗就是請你亂射這個數字 我要告訴你們 那個 對抗生成網路 它對超參數是非常敏感的 你的超參數設計得不好 訓練出來就不好 注意一下 它的超參數可特別了 Beta1是0.5 對吧 那 這個 Lending Rate是 2乘以10的-4之方 好 這個 非常特別 好 那我們現在啊 要把訓練 至少分成兩階段進行 所以 你要注意一件事情喔 我們 非常遺憾 我們沒有辦法寫 這個 我們沒有辦法用簡單的函數來做 我們一定要寫底層 所以如果你今天 想要做的研究 是對抗生成網路 你一定要寫 這個 你一定要從執行器開始寫 如果可以的話 呃 我希望這個 不是就是 這個對你來講沒有那麼難啊 好不好 就是它在前面的 前面我們已經 有用過執行器了 教過執行器要怎麼寫了 好 simple bind 把這個 它的這個 model architecture放進來 它的data input 是 1乘1乘 10乘 32 代表什麼意思 我 隨機輸入10個數字 bench size32 好 2828132 然後label是11132 label就是0或1 這樣可以吧 ok 然後接著 初始化權重 並且把它填入 並且把它填入 這個就是 generator跟discriminator的 這個執行器裡面 這個應該不會那麼難啦 好這樣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吧 接著 根據參數定義updater 這個updater是 for 這個 不同的offminers用的 好接著 我們 就要來訓練啦 好我們 第一次我們 先把data給reset 然後我們就要做啦 好做一下這個iterator 我們來看一下 它會輸出哪些東西 它會輸出一個noise 這個noise就是剛剛那個 1乘1乘10的 再乘以bench size的 那一個隨機亂數 這是我的開始嘛 對不對 它的image 這是真的image 這樣可以吧 然後它會輸出什麼 label0跟label1 label1 label0 label1 代表有時候我需要 告訴它這是假Sample 有時候我需要告訴它 這是真Sample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我們的 iterator會產生出來的東西 我們來看一次 一次的完整過程是長什麼樣子啊 好看著喔 來完整的過程是 完整的過程是 我把MyValue叫出來之後 現在這個MyValue裡面有四個 欸 怎麼會這個樣子 怎麼會這個樣子 現在 這裡有檔案嗎 我確定一下 哇 太嚇人了吧 呃 呃 我現在 不然我現在用個 用個 不可能有人用的GPU好了 是不是GPU會被戰線啊 好 注意一下我們的MyValue 我們看一下我們的MyValue有什麼東西喔 好 Noise Image Label0跟Label1對不對 好 注意看我們一整個完整過程喔 首先我先做Generator 你看這張圖 看這張圖 Noise先進Generator 產生FakeImage嘛 對吧 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好 來 把 Noise 放進Generator 裡面 然後 Forward 得到 假圖 這是不是假圖 好 得到假圖了以後 你要做什麼 把假圖丟給他 並且告訴他 這是假圖 看著喔 把假圖 這是假圖嘛 假圖加上Label0 丟給 Discriminator Forward 直接可以Backward 對不對 Backward得到我的T度 更新我的T度 所以這一步 是不是 把假圖丟給他 讓他 告訴他這是假圖 Discriminator是不是做到這件事了 好 接著 把真圖丟給他 告訴他這是真圖 同樣丟給Discriminator 這樣可以吧 好 一樣 真圖丟給他 然後 Forward Backward Update他的權重 收工 這樣可以吧 來 假圖丟給他回來 真圖丟給他回來 更新了他的權重 對吧 好接著我要 我還沒有更新他對吧 這他只是我想要的東西啊 我要怎麼來更新他勒 看著啊 來 再把我的假圖丟給我的Discriminator 可是這個時候我要告訴他 這是真的 Forward Backward回來以後 把Discriminator的 Image的權重 的Gradient 的T度 把他叫出來 為什麼我要把他叫出來 因為我要把這個Gradient 傳給Generator 請他根據這個Gradient的指導 更新他的權重 什麼意思來 假圖在這裡嘛對不對 丟給他 欸這是真的 這次是真的 那他一定會告訴他 這樣你這裡要怎麼修正 我才會認為他是真的嗎 對不對 丟給他 更新他的權重 好更新Gradient的權重 update 好收工 所以知道一整個完整的流程了嗎 來看著喔 產生一個假圖 假圖丟給他 假的 更新權重 真圖丟給他 真的 更新權重 假圖丟給他 這是真的 告訴我這張圖要怎麼修正 這張圖丟給他 請你更新權重 這樣總共 這麼多個步驟 這樣可以吧 好 那我們 如果這一段 你可以了解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來 把它包成回圈啊 那我們來看一下初始階段我們 Generator所產生的圖像 這是剛剛的假圖嘛 對不對 我們看一下剛剛的假圖 欸 真的是很假 這圖你看得出來是數字嗎 你絕對看不出來 好 接著我們要做事啦 我們把這一包包成一個回圈 就是 我們把這一整包包成一個回圈 怎麼包呢 非常簡單 在最開始的時候 我們 把 我們把這個 把這個 參數弄好 也就是 我們需要做20代 每一代 我們都要 我們都要 我們都要從 執行器從頭執行到尾 這邊就從頭複製到尾而已啦 我們現在來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 真的 讓它run下去 我們來看一下效果如何 好 我不想要 我不想要 存PDF 我們來看一下效果如何啊 好 我也不想要存Model 好我要執行喔 大家看著喔 這是一開始 這是第一 一開始的圖啦 長很不像對不對 來 有沒有略 它一邊跑有沒有 圖有沒有越來越像了 很明顯對不對 現在還不太會畫畫 好 因為現在Generator 做出來 這個Discriminator 能力也不是很好嘛 對不對 看著喔 欸 是不是越來越像了 開始有模一樣了 有沒有越來越像 這個久畫的已經有點像了 對不對 好 來 這個 我們就讓它跑完好不好 讓它跑完你可以看到 它會越來越像喔 它會越來越像 這二十個 第二十個 Epoch結束的時候 它畫出來就會非常非常像 那 如果你覺得 訓練整個過程要太久 我還是會非常推薦大家去 training這整個model啦 那你可以直接下載我們的Generator 跟我們的Generator 用乱數去考驗它 你會發現非常非常的準 這樣可以嗎 欸你看到 我已經訓練到第四個Epoch了 它已經有點像了 對不對 我問一下 你覺得這個圖 跟我們上一節課用VAE 算用出來的 你覺得 哪一個比較像 這個 這個 像蠻多的喔 為什麼像蠻多的 因為我們這一次 再也不用去拆它的影空間 就是它的影碼的分佈到底長什麼樣子 那是我們自己產生的啊 對不對 我影碼是怎麼產生的 我在Generator 我自己 讓它用 我自己讓它用這個 在哪裡啊 Random Random 我自己產生的啊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那這樣總 總不會錯了吧 所以你看它的 數字 像多了喔 你這個訓練的夠久 它就會變得非常像啊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好 那我請大家 我想要做這件事情啊 當然這個 那種亂數考驗它生成圖片啊 這個我其實是 並不是特別想做的啦 好不好 這個 這個你要不要做無所謂啊 我只是想證明 它真的是可以生成圖片的 那你說你是不是 你那個 你如果懶的 我等一下是要教大家 完整訓練這整個過程 它的Loss軌跡啊 它的Loss軌跡 我們如果做完的時候 你可以看一下它的Loss軌跡 你可以發現一件事情 在最開始的時候 real跟facts 它的軌跡是非常像的 那Generator 它在最開始的時候 這三個軌跡是差不多的 但是在最後 Generator的Loss越來越大 Generator Loss越來越大 那我要問一下 什麼時候我們要停止 我們可不可以根據Loss的軌跡 決定什麼時候要停止 我們沒有辦法 對不對 為什麼 請問一下 這個Generator的Loss 它大代表什麼意思 它沒有辦法騙過Discriminator 所以 那在不同時段 Discriminator的強度是不一樣的啊 它的能力是不同的啊 所以說 所以說這個Generator 我其實 我沒有辦法根據這個Generator Loss 去決定 我什麼時候要停 而且你思考一下 這個Generator 你看它的Loss 它的Loss越來越大 這只是代表 這只是代表 Discriminator 越來越難騙 對不對 你如果仔細看圖的話 它的Loss 看起來越來越大嗎 你看它的Loss已經1.4了 這個圖像真的吧 可是它的Loss 就告訴我們一個完全相反的事實 所以說在訓練 對抗生存網路的時候 我們沒有辦法透過Loss的軌跡 來確定到底什麼時候改停 這是它的一個大問題 好這樣可以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然後 如果你隨機產生一串初始項量 你可以看到很明顯的變化的軌跡 這樣可以了解 你從8變到9的整個過程 當然這個還沒有到8啦 你甚至可以用7變到8再變到9的整個過程 它會非常的平順 為什麼非常的平順 因為那個Noise的影空間 是你預先確定的 好那我們現在要做什麼事情呢 我們現在要做的事情是 請你完成一整個訓練過程 請你從頭貼到尾完成一整個訓練過程 並且你必須要做什麼事情呢 你必須要調整超參數 你回答我這幾個問題 首先 我們剛剛使用A等進行優化 並且學習率是0.002 那個Beta1是0.5 改一下 看看效果怎麼樣 第二個 Generator的部分 我們使用Revue做非線性變換 但Discriminator的時候 我們使用的是Liquid Radio 很奇怪 對不對 你看這裡我用的是Radio 下面我用的是Liquid Radio 我剛剛說這裡不用care 但是 你還是覺得怪怪對不對 試著稍微改一下 好接著 Generator部分 我們使用的是SIGMOID的輸出 注意在這裡 Generator我們使用SIGMOID的輸出 那當然這是因為0到1 對不對 你可不可以不要用SIGMOID的輸出 試一下 那Discriminator在這個第四點 第四點有點難改 第四點 是我們在RUN的時候 我們這裡 我們是不是 假圖給他訓練完 真圖給他訓練完 然後再Back Forward 可不可以把這兩步合併 然後一次給他假圖加真圖 為什麼不行 但是他這樣沒有辦法去學起來 不會啊 你一次給他假圖跟真圖 但是你的Label一樣 告訴他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 你以前在訓練手寫數字的時候 你從來不會告訴他 一次全部都給0 全部都給1 你永遠都是Case一半 Ctrl一半啊 為什麼 這裡不能把假圖跟真圖混在一起 欸 這個比較難改 但是可以試一下 好不好 回答這些問題 嘗試一下 看看這個 訓練的結果怎麼樣 那我們給大家一些 時間訓練不同的網路 好不好 每一個人至少要完成一次 剛剛的walk 完成一下剛剛的walk之後 改一下超參數 如果你嫌麻煩的話 你就改這個超參數 你把這裡 這個 這個 augminer這裡 改成 0.9 0.9 好 1的 1乘以10的-3次方 這個應該不會很難吧 對不對 稍微試一下 多做幾次實驗 總結一些經驗 告訴我們 好不好 好 那我們把時間還給你 好 那 這個 我們現在就是 如果你真的 改了一些東西啦 主要說你把gerator 改成 1乘以10的-3次方 0.9 0.99 我們稍微試一下 我們看會發生什麼事情 其他的我們就不試了 好 你看他訓練完20代是可以walk的喔 好 我們就這樣一改 然後我們再按一次run 好 最開始當然還是noise嘛 對不對 那我們看 欸 你有沒有發現 這訓練出來能看嗎 是不是很奇怪 效果非常差非常多耶 為什麼會這個樣子 Rending rate太大 Rending rate太大 Rending rate太大 調小一點 好 富士夠小了吧 比剛剛還要小啦 對不對 來再一次 好一點 那為什麼Rending rate 本來為什麼Rending rate會夠大 好 可是你有沒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這個 毛邊很多對不對 跟剛剛一開始不太一樣 好現在 正則化 你要加正則化 好 他還是 就是 我先把他停下來啦 好不好 好為什麼超貪 他對超貪數這麼敏感 我們來看一下原因啦 好 這個原因是因為這個樣子啦 這個是Paper的結果 我們等一下再講 我們先講一下原因啦 就是 首先 這個 對抗生存網路 他的訓練過程 邏輯好像是非常通順的 可是啊 他跟傳統的這個 神經網路訓練很不一樣的地方是 他的 標籤 他的優化目標 不是永遠固定的喔 好 什麼意思咧 你以前 你在訓練一個神經網路的時候 然後 Positive Sample 跟 Negative Sample 是不是固定的 這一些圖 他就是Positive Sample啊 這一些圖 就是Negative Sample啊 所以我永遠都是 去辨認說 哪些是Positive 哪些是Negative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永遠是固定的 那 他會慢慢的學到最好 這一支網路 他的優化目標 從頭到尾都是一樣的 也就是我要分辨 這是真的 這是Positive 這是Negative 可是對抗生存網路啊 這不一樣啊 這個 永遠是真的沒有錯 可是這個 假的Sample啊 他會一直換 為什麼他一直換 欸你現在 說我是假的 你現在說我是假的 那我Negative 馬上就把他換掉啦 那所以他是不是要一直 他是不是一直改 你告訴我 這是假的那我就換 你告訴我這是假的 那我就換 對不對 那 他是假的 他會一直換 那 他是不是就要 一直改變他的邏輯 那本來他的邏輯 他的邏輯從頭到尾都不一樣喔 如果是以往傳統的神經網路的話 他永遠 他就是分類 他一開始就已經確定了 就是分類這些東西 如果是 現在Discriminator 因為假Sample 永遠都會長的不一樣 所以說 這個 Discriminator 他是一個很不穩定的狀態 所以他對超參數就會非常敏感 他不穩定 他也會不穩定 因為他的T度是由他傳過來的 這樣懂我意思吧 所以說 對抗生存網路其實並不是很好訓練 邏輯非常通順 但是訓練起來 你可以試試看 並沒有那麼簡單 好那我們來講一下 就是之前的研究 有去了解一下 就是他到底要怎麼設超參數比較好 你看怎麼設超參數也可以發一篇Paper 可見很多人被這件事情給困住 好那他超參數怎麼設 他說 Discriminator最終輸出必須是 這個雙正切函數或SIGMOID函數 這一種有一個 這個就是邊界限制的一個函數 然後一個minibench裡面 必須確保只有假樣本或只有這樣 好剛剛我問那個問題 可不可以混在一起訓練 答案是不行 為什麼不行 有沒有合理的解釋 這個合理的解釋不容易想 我直接告訴你們合理的解釋是什麼 我問你們一下 你們覺得 這個 就是 對抗生存網路會不會發生T度消失 當然是有可能啊對不對 任何深度神經網路都有可能T度消失 請問一下T度消失要怎麼解決 Recidual Connection Recidual Connection可以用在 對抗生存網路嗎 不行 為什麼 由小變大 在由大變小 他的維度一直在改變 所以他不能用Recidual Connection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那他可以用什麼避免T度消失 Benchimum Relation Benchimum Relation就是除了 Recidual Connection以外 最強的抵抗T度消失的方法對吧 那Benchimum Relation有什麼問題 你想一下喔 剛剛這張圖 這張圖 跟 真的圖 一起做 特徵的平均 Benchimum Relation不就是一起做特徵的平均 一起減掉平均值出於標準差 那他們長的可不一樣喔 他們分布完全不一樣喔 所以 他不 因為Benchimum Relation的存在 所以他不能夠 在同一個Bench裡面 有增樣本 同時有增樣本 加量本 因為他們分布實在是差太多了 可是 如果是一般的任務的時候 Benchim Relation當然是可以增樣本 加量本一起放 因為他們都是熊部S光碼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 接下來 避免吸收T度 為什麼咧 這個 真的不是非常確定 Discriminator 最好不要用 這個 吸收T度 這個 他原文裡面講的是說 這個 畢竟 Generator 他是一個很深的網路 他要傳T度的時候 前面損失不要太多 後面才好傳 好 那使用Alan訓練模型 但是 學習力與Beta1 他是需要做一些 調整 好後面還有一些小技巧 反轉訓練標籤 反轉訓練標籤 Fact的是1 那這個real的是0 這個東西為什麼會walk 沒有人講得出來 這實在太誇張了 真的沒有人講得出來 為什麼會walk 就只是把0跟1 調換而已啊 真的沒有人講得出來 為什麼會walk 還有給一些噪音標籤 什麼叫噪音標籤 就是1 你給他隨機從0.9到1抽一個數字 0 你給他隨機從0到0.1抽一個數字 也就是說給他很大的noise 讓他去訓練 為什麼 要給他很大的noise 訓練Discriminator 注意是訓練Discriminator的時候用噪音標籤 訓練Generator的時候還是用真實標籤 為什麼 因為Discriminator 他比較強 Generator比較弱 你有沒有注意到 前面這個loss的軌跡 Discriminator比較好訓練 所以loss會低 Generator比較不好訓練 所以loss會高 那我們可以透過噪音標籤 讓Discriminator訓練比較慢 Generator就會跟上 這樣比較好 好 所以說 這個我這裡 是不是講了非常多 如何訓練對抗生存網路的小技巧 這些你們可能 如果說未來想要做對抗生存網路的話 你可能要做筆記 這都是 也不用做筆記 反正一直 我都會放在網路上給你們看 對不對 好 好 那這非常重要 好 當然這個重要性 大概 我大概跟你們講一下 我現在講的這邊的重要性 讓你們大概了解一下 其實不是非常重要 這相當於我講了一堆 Aden 這個我前面在做T度消失的時候 我是不是講了一堆方法 Mini Bench Aden 對吧 關心動量 Fational Relations 最後講到Recedure Learning的時候 跟你講說 前面我剛剛講的那些都不重要 對不對 我在下一節課會跟你們講一個 在做對抗生存網路的時候 前面講的那些都不重要的東西 好這樣可以吧 但是還是有用啦 學一下還是有用 第一個是了解科學發展的軌跡 第二個最重要的是 有時候那一個 前面講的那些都不重要的東西 可能不能用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下一節課我會講 好那我們現在來 做一個重要的事情 就是我現在已經知道 對抗生存網路 可以做得很好對不對 那它跟Autoencoder比起來 還有什麼缺點嗎 也有一個缺點 欸 我剛剛Autoencoder可以做轉移特徵學習啊 對吧 那我現在 對抗生存網路可以拿來做轉移特徵學習嗎 我們剛剛這一套網路 跟 轉移 跟轉移特徵學 跟那個 真實的選機成績網路 比較像的就是這個Discriminator 這個Discriminator 是拿來分類真樣本跟假樣本 但是這個假樣本啊 最後會被做的以假亂真 所以真樣這個Discriminator會非常的困難 他仍然只能在非常細微的地方 去尋找他們兩個的差異 所以這個Discriminator 他會做這件事情 他可不可以拿來做轉移特徵學習 答案是可以 我們來做一個實驗 好一樣我們來做一個 500份小資料的 這個就是我們的subtraining data 這個subtraining data 我們就是要拿來做這個 就是Discriminator的這個訓練嗎 對不對 好來 這轉移特徵學習之後的這個訓練 我應該有貼到吧 好接著我們使用同樣的結構做比較 這個我們之前就已經做過了 這樣可以吧 好我們繼續往下貼啊 好定義我們的 ofminer 好那我們讀取測試資料 欸我們是不是太 先 我們先 training一下這個model 這個model應該不用training太久 好我們Bestline的model Performance到底是多少咧 我們等一下來看一下 喔因為這個樣本非常小啦 所以會training的非常快 好我們直接來看一下Performance 就是 好93% 還可以對不對 比Autoencoder的最開始的來得好對不對 為什麼 我還沒有做轉移特徵學習 為什麼會比較好 因為我的網路比較大 我的網路的Number filter大多啦 對不對 我的網路的Number filter大多了 這是Autoencoder沒有辦法給我們的喔 Autoencoder它中間要小對不對 對不對 它要壓縮啊 不然你媽你就很難做啦 對不對 啊未壓縮的那個提升就很小了嘛 對不對 可是Discriminator 我想要設計這個網路多深多大都可以啊 所以 它的Bestline網路就已經比較準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那我們把它做Pretrend 之後我們得到了網路 看看我們的Performance怎麼樣 好這是我們新的網路 注意一下喔 本來我們 Ross是0.190.130.09 我們再來看一下 欸是不是優化的更快 代表是什麼 轉移特徵學習是有用的喔 我們之前在做Autoencoder的時候 也有這個現象喔 他訓練的更快對不對 現在再讓我們來看一下 預測出來的Performance怎麼樣 來一樣再做一次 欸這次是Model 2啦 這次是Model 2 我要把它改Model 2 好做預測 欸準確度95%有上升喔 所以 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這個Discriminator 這個Discriminator 就是Discriminator 它可以拿來做轉移特徵學習 那它就沒有浪費了嘛對不對 我們本來 我們的網路 我們訓練Generator 是拿來做這個生成嘛對不對 那我們Discriminator 是不是就沒用了 原來我們的Discriminator 可以拿來做轉移特徵學習 而且效果 還比Autoencoder來的更好 為什麼會這個樣子咧 主要是因為Discriminator 它的網路的大小 可以是大的 如果是小網路的話 我們就沒有辦法 它的準確度極限可能就在那裡了 那即使轉移特徵學習 可以增加Performance 那野用處也是有限的 可是現在 大網路 現在我們有大網路 那我們大網路的準確度 BaseSlide就比人家好啊 那轉移特徵學習 又可以進一步的去強化 它的Performance 所以我們的對抗生成網路 是不是一個 應該說是一個一定要學的東西啦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好 那你了解這件事情之後 我們先給大家 先稍微練習一下 好不好 就是你必須重現一下 就是剛剛的結果 那跟就是剛剛這個轉移特徵學習 這整個過程 那還有就是剛剛training網路的話 如果你還沒training完 你可能還是要training一個自己的網路 這樣可以嗎 那我們等一下 再來教條件對抗式生成網路 好 那我們學會了條件式對抗生成網路之後 我們現在要進階一下 我們要進階什麼勒 我們有沒有辦法指定生成的數字 剛剛我們隨機生成 全部都是這個 隨機的數字對不對 那 呃 那個我們現在可不可以指定說 我現在就要生成1 我現在就要生成2 那這樣子我才有辦法生成一串手寫的 假如說12345啊 對不對 有沒有辦法做到這件事勒 這個 當然是可以的嘛 你最簡單的想法是怎麼樣 我就訓練十之神經網路不就好了嗎 這夠簡單了吧 我訓練十之神經網路就解決我的問題啦 那這樣子我是不是就可以 這個 我是不是就 我要生成1的時候我就用第一之神經網路 一此類推 好可是問題是什麼 這樣有什麼問題 來我們問一下 這樣有什麼問題 來 呃 就是沒有效率嗎 你訓練十字網路 那你太累了吧 對不對 還有一個問題 來再講一下 10分類模型 不是你還要生成的是10個 10個神經網路 欸 你就要生成是生成模型耶 你怎麼 你跟10分類有什麼關係 第一個是不夠有效率嘛 這個很容易理解嘛 能生成 能訓練一個model就好了 為什麼要生成 訓練10個 第二個最重要的東西 大家可能 不容易 第一時間 就是也很直覺 直覺啦 就是 如果我們今天的 標籤 是 連續的 不是離散 那你是不是就沒有辦法生成啊 你懂我意思吧 假如說我現在生成的東西是 假如說 呃 我們手上有一個假如說年齡好了 我要生成不同年齡的心電圖 我要生成不同年齡的心電圖啊 那你覺得 那你覺得 你是不是 你如果一定要訓練20個神經網路 那你就只能夠3歲為個區間了 對不對 那 所以說 我現在 這樣大概 懂我的意思了吧 無論如何 我就要把他訓練成同個神經網路 那會不會很難啊 這次會不會很難 其實不會很難 你自己想一下嘛 我們本來是 輸入亂數嘛 我們本來輸入了隨機亂數對吧 我們現在把隨機亂數改成 隨機亂數加上標籤 那這不就解決了嗎 也就是說我本來輸入的時候是10個亂數對不對 我現在輸入10個亂數 再加上 10個0或1 那用這10個0或1去描述啊 生成的數字是什麼 這樣不就解決了嗎 這樣可以了解我意思吧 好我們來看一下他到底是怎麼做的哦 來看一下你的Architecture 本來的Architecture是直接Data進來就Deconvolution 對吧 現在 你的 Generator改成這個樣子 除了Data進來以後還有一個 那個數字 數字0 數字總共就是 10個0或1 就是One Type Encoding 0或1 好 你把這兩個合併在一起之後 然後接著這個東西繼續做 捲基層經網路 這個簡單嘛對不對 太容易了 好可是Discriminator要做一些相對的改變 Discriminator也要告訴他數字啊 你不能夠只是告訴他說 欸這張圖有沒有判有沒有生成對 你還要告訴他說欸 我叫你生成一個2 結果你生成1給我 那這也是錯的啊 所以Discriminator 同樣要有數字的information 同樣要有數字的information 那他必須 大家注意一下 他必須 他必須做 他必須做一個相成 這個相成非常的特別 這個操作非常的特別啊 我現在來 我現在在黑板上給你們 示範一下 到底這個操作是怎麼樣做的 好不好 欸我不要在黑板上好了 我就在螢幕上面來做 好來看著喔 我們本來的image 我們本來的這個 就是image 他的這個 輸入是 就是28 28 乘28 乘1 乘bench size 這樣可以吧 那我的 我的這個數值啊 我的這個數值 我要把它改成是這樣子 1 乘1 乘10 乘32 我這個東西 如果乘以一個 28 乘28 乘1 乘32 我如果這兩個相乘的話 他會變成一個 28乘28乘10 乘32的一個 矩陣 一個 我這不叫矩陣 這叫張亮 好 這樣子的話 我 如果是1的話 他是不是就是出現在 28乘28的第一個圈 是有圖的 剩下都是0 這樣懂我意思吧 那如果他是2的話 他就是第二個 是有圖的 剩下都是0 如果他3 就第三個 是有圖的 剩下都是0 那如果 我在做 convolution的時候 那我是不是前面 10個channel都convolution 那他就會變成 這個channel就是1 這個channel就是2 這個channel就是3 依次類推下去 所以他用了一個相乘 非常巧妙的把它合在一起 這樣懂我意思吧 那除此之外 就再也沒有其他改動 loss function是一樣的 好那當然 Iterator我需要改一下 那我們這一次 除了要改 我們除了要把這個 Iterator加上 這個加上這個 就是Digital這個數值以外 我還希望 加上這個噪音標籤 跟反轉標籤 就是我這邊 real跟fax變成了 噪音標籤 然後 我有反轉標籤 然後 我還要輸入這個Digital real跟fax 這樣可以吧 那我輸入 輸出出來的東西 就比較多了 這樣可以 跟剛剛一樣喔 那我們可以來 修正 那opminer跟這個 generator的這個 執行器 都是一樣的 這個我們就不需要動 好我們現在這一大串 這一大串是需要動的 我們來試一下 當然你可能會覺得 不會有任何感覺啦 因為他其實 就是他其實整體來講 還是非常像 一樣我不要輸入PDF 他整體是幾乎沒有什麼變化的 Need more shape 喔 欸喔這裡還是要改一下 前面這裡我 除了輸入Data以外 還需要 需要輸入這個 這個 數值 這個數值多少 我在這裡 必須再多輸入數值這個information 數值 數值 好現在可以做了 好最開始的時候他還是一堆亂數 好欸你看一下他的 這個數值的變化 好這個 他輸出的還是隨機的亂數 這個 這個沒有什麼關係 這樣可以了解吧 你要學你本 這 這個部分的關鍵 欸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我這裡 我這裡 我這裡有點爆 就是我 我忘記把它改 0.552 難怪我就覺得他訓練的好像不是很好 好我要跟大家講的是說 就是 這個 就是這個 就是 呃 對抗那個條件是對抗生存網路 他的關鍵是他很容易想好想到 是你把這個information丟給他一起學習 對不對 所以在generator的部分 他其實是容易的 容易想 這樣可以了解我意思 可是在discriminator的部分 他非常的特別 他是把兩個相成 得到一個新的information 那這樣子的話 我就可以去設計我的 我就可以讓discriminator 擁有這個資訊 他到底是數字幾 這個資訊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那這個訓練的過程啊 其實並不是特別難啊 就是 後面就容易了 那我們之後啊 我們現在就是 希望你可以完成這個訓練 完成這個訓練以後 不要safe model 完成這個訓練以後 然後請你去試著去生成這個數字 那如果不想生成數字的話 請你用 請你直接下載這個 就你不想訓練完的話 你直接下載這個生成數字 那就可以生成假的手寫數字了 好不好 那我們一樣把時間給大家 再讓大家訓練一下 好在我們 就是 我已經訓練完了 那當然啊 在我們訓練 就是在我們 這個就是 看結果之前 我們先給大家看一個東西 就是Lost軌跡 我們把他 我們把他用叉叉 我們來帶給大家看是Lost軌跡 為什麼不給我看 不給我看 你注意到這個Lost軌跡 跟剛剛這張圖 有什麼差別 你有發現 Generator 跟 Generator 跟那個 Discriminator 他的Lost是沒有分開的 對吧 這代表什麼 訓練得很好 Generator沒有在任何時刻 壓倒性的 輸給 這個 Discriminator 這樣懂我意思吧 就是被 Discriminator 給超過 為什麼勒 因為我剛剛給他反轉標籤 我剛剛給他那個噪音標籤 這樣懂我意思吧 所以他Discriminator 就是沒有學得這麼好 所以說 這個Lost軌跡的改變 這個是很重要的 那當然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圖 那圖的部分啊 你這個網路訓練完了以後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客製化預測函數 他需要輸入 這個你要輸入0到9 這樣懂我意思吧 然後他這邊輸入 你就要輸入這個隨機的數字 那隨機的數字跟 你的你的這個實際上的這個 你實際上的這個 就是 呃數值 那他就可以產生圖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這樣的一個 客製化函數預測出來的結果 那我們故意請他匯出0到9 我們故意讓他匯出0到9 我們來看一下結果 好看到了吧 效果還可以吧 我們再給他匯出一次好不好 看他有多少變化 都是0到9對不對 數字有時候有好有壞 但是 都是0到9 沒有變掉 這樣可以嗎 欸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就是 這樣子的對抗 這個條件式對抗生存網路 是不是不錯 這樣可以了解吧 那我們 現在就了解到 這個對抗生存網路 他其實可以給他加些條件了 所以以後 如果我手上有非常多人臉的圖片 並且這個臉 有一些特別的標籤 主要是男生 膚色 男女 膚色 頭髮長度 等等標籤 那我就可以生成一張 類似品 好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 就是 現在常常用別人的 嗯 假 假的 那個人 假的臉喔 對阿 喔Deepfake喔 Deepfake Deepfake Deepfake的技術 我們下一節課才會教 這節課 這節課 你 你 我們注意到Deepfake有個很厲害的地方 他的場景不會換 只會換臉 對不對 下一節課才會教那個技術 下一節課 那個 下一節課我們會 做到這件事情啦 我 講到下一節課的時候 呃 我們就會知道下一節課 我們看一下我記得 我在這一節課的最後有放 喔沒有 我在下一節課的最後才有放 那個 類似Deepfake的效果做出來的東西啦 好不好 那 呃就是 我們現在只要知道一件事 就是我們可以為我們的 generator加條件 這樣可以了解我一個 根據不同的條件 深層不同的東西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我們現在馬上 就想到一件事情 呃 這個很多人都講 醫學上面 這個 case總是特別少見 對不對 好心肌梗塞 心肌梗塞 心肌梗塞很少 心肌梗塞如果嫌不夠少的話 那我們就是主動賣玻璃的 是不是更少 對不對 好 那 你可不可以深層假資料 輔助模型訓練 到底可不可以啊 可以 可以 我們等一下先思考一下 到底可不可以 你們覺得可以 不然我們先舉手一下好了啦 好 絕對可以的舉手好了 絕對不可以的舉手 不要害羞啊 你覺得不可以對不對 你覺得不可以嗎 蛤 不確定 不確定 好 我們先不要公佈答案啊 啊 陳心聰你覺得咧 我覺得可以 你覺得可以 好那可以的話 那個 那個 我們 那個 那個 明天的那個課 有沒有人要做 生成 生成數據來這個 好了這樣有點 有點 有點忙啊好不好 沒有辦法這樣子 好我們來試一下 到底可不可以啦好不好 我們首先 先把 就是我們先把 training data把它抓上來 然後 然後 注意一下 我們的 這個是 我們 嘗試一下 用25200 個 標籤資料做訓練 我們來試一下 performance 怎麼樣好不好 好我們來試一下 我們來做model 1 我決定了 我們不要 那我們就用subsample好了 我們用subsample 這樣子 這個 欸不行不行 我們不能用subsample 我們就是用fold sample 好我們來 我們來做一下 欸不行不行 好從頭 從頭貼好了 好 從頭貼好了 好 iterator出來了 這一段我們來貼一下 好 這裡是我們有做轉移特徵學習啦 那 呃 我們這裡就不要做轉移特徵學習了 我覺得沒有意義 但是還是不能做 哦這個這個這個不要 好 我們就不做轉移特徵學習啦 好那這個這個我們要等一下啦 這個我們要等一陣子 好那我們直接跟你講答案啦 就是我們要增加假資料進去 也就是說我們在我們 我們需要有一個generator model嘛對不對 這個我們剛剛已經有了 那我們 需要有一個predict函數 去產生假數字嘛對不對 然後我們在iterator 裡面 我們隨機的 決定 我們是要用假數字還是用增數字 這樣通過意思吧 那我們這樣 這樣訓練 我直接跟你們講結果 結果是performance 不會有差 甚至還有一些有害 為什麼會這樣子 來我要跟你們講實際原因啦 我直接跟你們講答案啦 就是 李俊和想法的錯 你要思考這件事情 我們現在 思考一下 就是我們在黑板上畫一下好了 就是你的generator 我們假設你的真實資料裡面 在高維空間中 你用一坨sample 這一坨sample 是positive sample 假設是有一個字 那有一堆點 是negative sample 好那請問一下 generator在做什麼 generator就是給我一堆亂數 我要把它丟到這裡面來 這個範圍裡面來 如果丟到這裡 discremator就會認出來 它就會是錯的 丟到外面也不行 所以generator 它產生的數據範圍 一定是在 這個範圍內 不可能有這個範圍以外的數據 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那negative sample 另外一樣在這個範圍內 不可能有這個範圍以外的數據 所以無論如何 它都只能夠 在這個範圍內 這樣懂我的意思了嗎 可以吧 好可是啊 這個 你在做 training的時候 你的model是在做什麼事情 你在分類這兩個 它的分部有什麼不一樣 對不對 你這樣子的話 它可能會畫一條線 在這裡 這樣我就可以很好的分開 所以 當分部沒有變化的時候 performance不可能會提升的 這樣don't worry 是吧 分部沒有變化是什麼 因為我永遠不知道 training sample的分部 跟test sample的分部 是不是一致 如果training sample 跟testing sample的 資料分部是完全一致的 那performance就會有100%好的 問題就是不一樣 那我training sample 無論再怎麼努力 去產生假資料 都不可能產生test sample裡面有的資料 這樣don't worry 是吧 這樣可以聽得懂 好所以說 使用假資料來補助模型訓練 是沒有意義的 是沒有意義的 這樣可以吧 就是 啊這個 很多人啊 就是很多 很多這個 就是你以後會看到很多人說 我們現在正在研究如何訓練假資料 如何生成假資料 然後來進行 這個進一步的這個 這個學習 好我告訴你們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為他沒有沒有這種東西 他沒有他的資料庫 不是沒有他的資料庫 是 無論如何 更能生成那個範圍分部裡面的資料 你沒有超出那個範圍的資料 你就不可能 提升performance 好只有一種可能 只有一種可能 讓 生成假資料 在醫學領域上 只有一種可能 生成假資料 讓 performance 提升 怎麼樣做咧 如果今天 generator 我們 真實樣本就只有這些嘛 對不對 那generator 會不會生成一個這裡 會不會生成 我在哪裡 顏色通 結果他生成的這個點 這個是個新sample 這個也是個新sample 結果 我們重新標註它的時候說 這是一個positive sample 這也是一個positive sample 那這裡 這裡它在生成的時候 我們發現 這裡是個negative sample 這裡是個negative sample 可是我們在當初 在收集資料的時候 他沒有 這些資料 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 因為有了這些 新的annotations 進去 那分部是不是改變了 確實改變 所以說 這裡就會給你 他就會 他在trange的時候 這裡就會挖個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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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說 這些東西 又是真的 test data裡面有這些東西 那恭喜你 performance就真的會提升 所以你在醫學領域 你要用 假資料 輔助模型訓練 你必須要做的前提是 重新標註 你必須對你深層的假資料 做重新標註 所以是不是真的 可以提升performance 有機會 因為有時候 舉來說 我隨便舉個例子 舉來說 新機梗塞的 這個 這個 心電圖 他是真的很少 他就比較罕見 對不對 人也看得懂 你的問題是真的沒有case 你的問題不是看不懂 那這樣子你就需要 多一點 你就可以 生成假資料 然後讓醫師再標註 然後得到正確答案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所以這是有機會的 但是是有條件的 好那我今天 就是教大家實現了 經典對抗生存網路 對抗生存網路 比起VAE 他最大的好處在於 我生存的圖像更真實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好那 那我來跟你們講一下 這個 對抗生存網路 生存模型 他其實還有一個很好的用法 就是 當然我先問大家一件事情 你們平常 會用假的人臉 還是會用自己的人臉 什麼時候你要用假的 你在Line的大頭貼上面 你會用假的人臉嗎 不會 那你什麼時候會用假的人臉 不想讓人知道 不想讓人知道我是誰的時候 對不對 欸很好 我覺得你們講到重點了 可是 你們有沒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假的分布跟真的分布是一樣的 對吧 就是 假的Sample 如果你有100個假的Sample 跟100個真的Sample 他們是在描述同一個分布 同一個高維分布 這樣Don't worry 是吧 所以當你想要ReleaseData 又不 就是 想要ReleaseData 讓那個Data有分布的Information 但是又不想讓人家知道真實的 不想讓他對回去這個人 這個是誰啊 這是不是就有用了 好所以我直接告訴你們 對抗生成模型 在醫學上面主要的應用 就是 我想要Open我的Data 讓大家Training 可是啊 我又不想Open真的Data 因為真的Data 那是真的病人的Data 所以我可以透過對抗生成網路 生成一堆 有心機梗塞的 心電圖 生成一堆沒有心機梗塞的心電圖 這個你都對不回去 這是誰 你都不知道 因為他們都是假的 但是你訓練出來model performance 會一樣好 因為 分布是一樣 這樣懂我意思吧 所以說 他可以拿來做資安的這個 就是等於說 這種 等於說你在ReleaseData的時候 你可以 有這樣的一個優勢啦 那為什麼不改他的 基本資料改掉更好 基本資料改掉 哎呦 這個你可能不知道一件事情 就來說 用心電圖 你覺得可不可以判斷出 這個人是誰 一般是看不出來 人是看不出來 臉可不可以 臉可以 那你為什麼會覺得心電圖不行 那我告訴你 AI可以用多少準確度好不好 百分之九十八 同樣胸部X光也一樣喔 所以你在Release 任何 數據的時候 你都要知道一件事情 你為什麼 紅魔 為什麼紅魔的資訊可以拿來做 什麼ID 什麼ID 辨識 因為他都有一些特徵 可以對回這個人是誰 你只是把ID抹掉是沒有用的 對沒有錯 你人臉那是因為人有這個能力啊 但其實還有很多人沒有這個能力 但是機器有這個能力 對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好 所以對抗生成網路啊 他可以說是人工智慧領域裡面最重要的突破啦 那無監督學習 無監督的特性值得好好的利用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那目前的神經網路 需要極大量的標註樣本 才能把它訓練好 那對 所以 就是 那 現在人類學習的過程 其實並不需要大量的標註資訊 所以 現在 這種對抗生成網路 他算是一種無監督的學習喔 那我們如何利用 無監督的學習 來輔助監督的學習模型 那就很重要了 好 那我們現在 我們今天這節課大概講完了 我們今天要介紹一個 下一節課會教的最重要的東西 cycle game 循環對抗生成網路 剛剛有人講到 deep face 那個 就是 那個 deep face 對不對 好他就是用cycle game做出來的 他就是用cycle game做出來的 這樣懂我意思吧 所以我下一節課會教這個東西 這個cycle game厲害在哪裡 厲害在 你們有沒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我們的 這個 就是對抗生成網路 他做到的是 分部對分部的轉換 而不是不需要pair data 我其實一開始並不知道 怎麼樣的銀碼 是對應到哪一張圖 對吧 那他是做分部對分部的轉換 所以不需要平行 平行 就是pair data 就是平行 就是平行data pair data 我下一節課會示範 給你一堆 莫內的畫 莫內是個有名的畫家 給你一堆莫內的畫 和給你一堆照片 這兩 這兩種分部可以互相轉換 但是內容是不變的 這樣懂我意思吧 那你就可以想像了 這個 場景是不變的 但是臉要換掉 所以他就是用這種邏輯做出來 不然 我這樣 我問大家 我這樣講好了 這個 這個 蔡英文絕對不可能有在某些場景之下的照片 對不對 那他沒有data 他怎麼可能訓練得出來了 所以他其實不需要有 他把場景 視為一個 就是他把他把他只把臉換掉 這樣懂我意思吧 他把場景視為一個 這個固定的分部 他把臉的這個分部給換掉 這個技術難度其實沒有很高 我講真的我下一節課做完之後 我下一節課教完之後 你們任何人 都 只要 甚至不用改程式 只要準備好適當的資料 你們就可以做出來 因為他只是做分部的轉換 只是你們要知道你們要準備什麼樣的資料 這樣懂我意思嗎 我要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如果今天有一個技術難度真的很高 他就不可能被大量的濫用 因為掌握的人太少 就是因為他很簡單 所以說他才會被大量的濫用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那我想我們今天上課的上到這裡 我們下一節課就會教大家cycle game 我覺得那是一個 我算是我最喜歡的模型 這個模型是非常有趣 好那就這個樣子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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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